各位好 欢迎走进今天的明镜读书 上一回我们说到了中共的红二代 多数在进入美国名校的考试当中并不合格 但是依然被美国的名校破额录取 甚至给予了资助 而美国官方也鼓励中国学生 尤其是太子党来美留学 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希望这些年轻人 受美国教育的熏陶 对美国的价值观念会相对的认同 如果他们有朝一日能掌权 美国对他们的投入就算物有所值了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 不管怎么样 习明泽去了美国又遵从负命回了国 2012年12月 习近平接掌中国最高权柄之后20天 济南巡 习明泽也随同露面 12月7号晚上 习明泽随父母出现在深圳迎宾馆 探望了长期在这里休养的86岁的祖母齐心 共续天文之乐 如果按照美国的学制 这段时间并未放假 而且正是期末考试前 学生最紧张的复习硬考准备时间 也由此习明泽开创了中共权贵后代从美国退学的先例 当然年代不同了 随着微博推特和脸书等社群网络媒体大行其道 中西媒体记者弃而不舍的追踪红二代红三代在美国名校就读的情况一定会越来越多的曝光 他们的照片也会更频繁的让世人知晓 一旦国内政治斗争加剧 社会矛盾激化 可以预料 太子党将可能受到更多的绑架勒索甚至暗杀的威胁 会更加深切的感受到人生和财产安全堪余 习明泽或许是退学第一人 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人 说到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婚姻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叫孟雪的女人 根据百度百科的公开资料 孟雪东南电视台制片人策划人编导和主持人 她生于飘雪的北国 一九八九年在沈阳人民广播电台开始了她的主持生涯 在当时一片自证腔圆的播报节目中 孟雪亲切自然的声音脱颖而出 她主持的热线点播成为收听率极高的一档节目 一九九一年为了挑战自我 孟雪放弃了已有的辉煌成绩 告别了家乡之身南下福建 在中国华裔广播公司主持的华广服务台 赢得了令人侧目的娇人成绩 获得了中国全国对台宣传广播大赛一等奖 一九九二年由她采编播的节目少男少女 获得中国全国对台宣传广播大赛一等奖 并且同年获得了中国全国新闻大赛二等奖 一九九三年她创作并策划拍摄的电视散文 在路上获得中国全国首届电视散文大赛一等奖 同年孟雪开始涉足电视界主持了风靡一时的音乐潮节目 在观众中确立了娱乐节目主持人的地位 一九九七年以孟雪本人命名的名人访谈节目 《孟雪时间》终于出台了 孟雪也由此完成了集制片人策划人编导和主持人于一身的 全能型主持人的转换 一九九七年 她获得了中国全国主持人金话筒大赛的铜奖 《孟雪时间》后改名为《相约名人访》 是一个名人访谈节目 是福建东南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 自一九九七年创办至今 她一直广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 其采访涉及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体育娱乐等多个领域 至今已经采访了近三百位各个领域 成就卓越的知名人士 这是福建省所有电视节目中第一个以主持人的名字命名的栏目 当时在中国全国各大电视媒体中 《孟雪时间》也是最早出现的人物访谈节目 有知情者说上述介绍有些是电视台的宣传资料 所以不必太当真 但孟雪的基本工作履历就是如此 从东北来到福建 靠在福建有限娱乐频道主持的一档音乐节目起的家 一开始无非就是播MTV读读观众来信 发表一点心灵鸡汤类的感想 现在听起来平平无奇 但是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二线城市还是足以风靡无数痴男怨女的心的 一位网友说我在上高中时就开始看他节目 普通话非常标准 但是老是特意的压低了声音说话 有种刻意的缠绵 有个网友也证实 当时他身边的同学就有写信给孟雪的音乐栏目点歌 向暗恋的对象表白的是 孟雪算是当时不少福建妙龄男女的偶像和情感纠结倾诉的对象 后来孟雪消失了两年 据说是去了加拿大留学 回来后在东南卫视开了孟雪时间的节目 他身兼制片人专门采访名人 节目所有的服装都有加拿大宝兹赞助 可谓是华丽转身 后来据说成立了一家公司一时间贵气逼人 当时福州民风相对比较淳朴 也是一个言论比较封闭的地方 福建的领导们也都不是很高调的人 而那时已经嫁给习近平的彭丽媛 正是歌唱事业的上升期 在中国全国知名度远远超过习近平 相比之下 习近平更被视为是成功女人背后的那个男人 所以福建的老百姓 对孟雪的突然富贵赞叹之余 并没有与习近平在福建做官联系起来 不过孟雪的这档节目取高喝寡 时间又排在深夜 所以看的人不多收视率也很低 台里领导对不少节目都做过调整 而孟雪时间一直在质疑声中惊言不倒 当时就有议论称他有后台 但后台究竟是谁也没几个人能说清楚 有段时间孟雪在福州总医院 也就是原来的解放军九三医院住院 来探望的很多是福建非权极贵的大人物 有网友爆料称他当时是因宫外运驻员的 但没有其他消息来源正是这一点 后来福建当地就传出习近平和孟雪有绯闻 以及彭丽媛和习近平闹离婚的事 当然这两件事有无直接关系 甚至说这两件事和孟雪住院一事有无关系 没有人能说清楚 在福建坊间流传着未经证实的段子很多 比如有人说大约一九九一年底 孟雪和习近平曾经被突然回福州的彭丽媛捉见在床 此后开始了彭丽媛跟习近平长期分居生活 而孟雪与习近平就更明目张胆 索性假系真做起来 不过后来也许政治前途要紧 事情不了了之了 钱肯定没少花 还有段子说彭丽媛曾直接找孟雪对他说 你要是让我上不了台 我就让你下不了台 互联网上一篇细说习近平的文章 更是煞有其事的写道 在中共的官方宣传里 习近平是一个围观清廉能力超群 有时又有改革思想的好领导 但是了解他底细的人 却认为习近平在贪财好色方面 与中共树立的反面典型陈良宇有得一拼 但在办事能力及魄力上却远远不如陈良宇 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有一个明星老婆 在习近平调任上海以前 可能有不少人像我一样 只知其明星老婆不知习近平其人 由于其明星老婆经常外出演出 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市委书记期间 就与当地电视台一名叫孟雪的主持人勾搭成奸 这在福州是近人皆知的事 随着习近平的官越做越大 他勾搭的女人也越来越多 既有电视台主持人也有歌星影星等 对于习近平的拈花惹草 彭丽媛既气愤却也无可奈何 2005年彭丽媛曾提出与习近平离婚 最后在各方压力下 同时也为习近平的政治前途只能作罢 习近平除了爱好女人外 经济上也不干净 我们可能还记得福建一个外逃高官叫周金火的 据说带到国外的资产多达1亿美元 这个周金火是习近平的亲信 原福建省委常委、省宣传部部长 金福生在宁德任职时的搭档 金福生在任职宁德市市委书记时 周金火为宁德市市长 据说中纪委正是从对金福生的审查中 获得大量关于周金火贪污腐败的线索的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其采取行动 周金火就闻到风上跑了 金福生周金火大肆贪污受贿时 正是习近平主政福建期间 而且两个人皆与习近平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习近平即使没有直接涉案 也应该承担失察之责 2005年落马的金福生属于典型的带病提拔 元岐河南的金福生也有一个高官老爸 是同属太子党的习近平死党 1995年在习近平之后担任宁德地委书记 在其主政宁德地区六年间涉嫌卖官索取巨额贿赂 金福生在宁德期间提拔了一批官员 比如宁德市下属周宁县县委书记林飞龙 宁德下属府顶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翁小巧 宁德下属福安市委书记林旭荣 宁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黄昭阳等人均在2003年后落马 其中林飞龙更是被判处死刑 宁德官场也因此成为外界眼中的重灾区 就是这样一个毫无政绩可言的金福生 却因为习近平的提携于2002年容声福建省的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习近平就是这样一个贪财好色政绩平平任人为亲的人 而习近平跟彭丽媛闹离婚的另外一个版本是 当时彭丽媛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身边接触的成功男性很多 相比之下习近平有些闷 而且看上去也没有什么出息的样子 价值当时的习近平是二婚 所以彭丽媛心理上有些不平衡 在过了几年恩爱生活后 从九十年代开始就时而冒出离婚的想法 可能后来习近平闹绯闻的事情传到了彭丽媛的耳中 进一步让两个人的感情恶化 九十年代末的远华案是让习近平胆战心惊的一段时间 索性坚韧之下全身而退 仕途没有受到影响 在婚姻上他也选择了坚韧 就是不答应跟彭丽媛离婚 很多人也许会认为习近平成为王储后 彭丽媛肯定回心转意 直到照顾看好自己的老公 憧憬着未来第一夫人的荣誉了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山东姑娘彭丽媛还是很有个性很倔的一个人 2008年和2009年时 她还在和习近平闹离婚 而且闹的动静还很大 当时劝和的人很多 而且来头都不小 最终彭丽媛或许是考虑到了政治影响 或许是各方压力实在太大 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选择和习近平重归于好 习近平打赢了这场婚姻保卫战 更是大大补偿了彭丽媛 成就了她第一夫人的殊荣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 请您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